从1904到1948 从晚清到民国 但这不只是一个44年的故事 从复联城到延安剧团 到台湾大鹏剧社 到香港武侠电影 到今日之京剧 这甚至不只是一个100年的故事 黎一元一夜 京剧科班 复联城传奇 今天咱们正好有这么一个 其实也不是我请来的 我们家说再拍复联城 他们这次想看看复联城的后人 还有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 到了我们这一半 现在就是说在舞台上的 或者是在教育行业的 只有我们家 我和我弟弟 叶芳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老师 算起来 复联城第一任老班主叶春善 是她的曾祖父 而她的女儿娃娃 是叶家这个大家族最小的一辈中 唯一还在学系的孩子 把我老说啊 这个眼神是平行的 不能低的 在你的记忆里 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复联城 这个概念的 复联城 怎么说呢 其实复联城 我到现在都没有说 有很大的概念 就我陆西校 我只是说单纯的 我就学 练功我就练 但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 我们家的京剧史 我都不是很了解 那你知道复联城是怎么大概的 大概知道 就是一个教京剧的课班 我觉得这 差不多只知道这么多 是谁谁谁往后传承 我就基本上就不清楚了 今年娃娃高三 刚刚18岁 她现在想的更多的是 马上就要一考了 是继续考戏曲学院 还是试试其他的学校呢 而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了40年 40年前分别时 他们也是20上下的年纪 只是他们在那个年纪 遭遇的选择 将会关乎一场矿石离散 而那场离散的起点 就是复联城 1948年 复射仓皇暴散 当时京城以无戏可演 复射年轻一辈的 园 运 庆字科学园 不得不辗转于全国各地 天各一方 苏乐园的科学园也是不能够继续办了 为什么 经费 那时候你向业家私人拿钱 有多少钱往里灌 后来就说先放假 回家吃饭 什么时候通知你们什么时候来 这时候我就到长春了 到长春搭一个班 我搬上海了 在上海那待了两年多 在那我演戏特别多 温到舞到全都可以演了 北京没有这个 没有我的位置 还不够那个资格 谭元寿在上海大班期间 海元璋匆匆从南京赶来 说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参军 师兄孙元波已经加入了 国民党空军散兵部队 据说那里的伙食不错 1947年 元波那一年是18岁 在南京的空军降伞部队造兵 他就糊里糊涂地就去当兵去了 散兵部队他们要学一套批刺的功夫 这个批刺的教官是一个山东人 据说是参加过青岛跟日本会战里面的一个英雄 就是说很少人在批刺的时候 能够挨得过他三下族 我们这个元波好玩了 来他批的时候 他就用小五套对付他 就打着小五套 居然这位英雄人物 没有能够把元波批倒 这样子他打过也奇怪 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功夫 你这个挺厉害 你干嘛的 我唱戏的 你是哪学的 我复联城的 一说复联城 全国人民都知道 所以他打棋也与众不吐 接受检阅的时候 又被领导看到了 你这个琴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你干嘛的 我唱戏的 你哪学的 我复联城的 你学复联城的 我们这儿要成立一个军中剧团 空军要搞一个剧团 你要不要加入 你加入了 你要加入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们 再去找一些人来 当时的海元璋 正在安徽蹦步大班 就是因为听孙元波说 部队待遇不错 就辞了班 参了军 之后又在南京上海一带 一个个找寻同门师兄弟 也就找到了谭元寿 海元璋找到我 后来袁亮也跟我说 我说我问我 也让我去不想去 我一问我说不行 我说我不能去 结果我没去 我要去回来台湾了 在谭元寿从北京 去上海跑码头之前 另一位师兄也曾找过他 他就是后来 被称为延安三园之一的 因缘和 石不果腹中 他想拉着小师弟谭元寿 去奔另外一条生路 房子没了 住窝棚了 没有挣钱的呀 没钱租房子了 就惨得那份啊 人家地下党人 不说是地下党人 就说你能多找几个人不能 要找袁寿 找袁寿袁寿 我还吃我爸爸呢 我在磕班我也好觉 你甭管我 现在就是袁逵太可怜了 袁逵给国民党卖报 扫街 他娶媳妇了 肚子的怀疑孩子 都非常困难 结果去张家口 在什么地儿 一个小破屋子里头 非常凄惨 那个小屋子里头 袁逵到那去喊 袁逵逵逵 一推门 一看 又袁逵时刻 就哭了 说你从哪来 都在张家口进去 京剧搭班呢 缺人才 说你怎么到这个份儿啊 名义上是去张家口搭班 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 尽管不知道延安是什么地方 但能管口饭吃的承诺 让张元奎选择了跟随殷缘合 就这样 殷缘合 张元奎 以及张家口的刘元彤 三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 带着填补满的肚子 和满身的记忆奔赴延安 到达延安的殷缘合 张元奎 刘元彤三人 很快就因为 京剧表演能力的出色被重视 不仅吃上了饭 还能接着干老本行 多年之后 被人们称作延安三远 像在延安搞京剧演出 拉狐气的 曾经有漫画家客串的这种事 这些人去了 他就肯定把专业的力量 都扩大了 尤其是贺龙元帅 他是比较重视这方面 文体方面的这种工作 一直主抓这方面的工作 就老带着自己的京剧团 到处跑 从延安到西南 后来又带回北京 到总政京剧团 不久 班士超 以及在东北搭班时 加入解放军的高运生 与早已投身革命的师兄 英元和 刘元彤 张元奎等人会合 日后均成了总政京剧团的骨干 这张照片里 后排的这个人就是孙元波 那时他已经召集到了不少 辐射 柿子 圆子 还有韵子的师兄弟们 一起参了军 不同的是 他们加入的是国民党空军散兵部队 1949年前往台湾 大多数成为了台湾空军大鹏国剧队的演员 大概都是民间剧团吧 民间剧团 或者是少数是一些军中的康乐团体 它不是一个很正规的大的国剧团 所以一直到大鹏剧团成立以后 陆续的其他军种就来仿效 最高纪录达到七个 后来就合并变成现在的国光剧团 他是附设第一颗六大弟子之一的雷喜福 1948年的时候 他已经52岁 当时的他 却是被别人诃骗到这个西北边陲的小镇 想跑都跑不掉 他是1948年 被一个现在叫经纪人 就是那种吃戏的那种吸油子 把他从北京匡到保定石家庄 这么着一直一路往西一路往西 最后把他甩到新疆了 没人管他 在新疆困了一年多 都没找到反经的办法 直到1949年 新疆和平解放 为庆祝胜利 部队准备找一些在当地的知名演员 给战士搞一场慰问演出 他们找到了雷喜福 当时有一个军队的首长叫马寒冰 这是雷先生跟我讲的 马寒冰 说雷喜福 这复联城六大弟子 这么大名军 能在新疆演出 不可能你们别骗我 我见过雷喜福 我在北京看过他的戏 说真是 把他那天演出 那天他到后台去找去了 你们把雷喜福找来 雷先生一听说 有军队首长找你 是吗 一见了解放军 雷先生不知道什么 反正知道这是大官 就跪下了 说我现在没别的事 就是想家 说我老伴 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您得救我回去 在马寒冰的安排下 雷喜福一路辗转 终于回到北平 阔别三年 此时的北平 已改称北京 再度做回国都 不一样的是 这个国家 当家做主的人 已是人民 第二天就去拜访 肖昌华先生 见着肖老以后 哎呀 细说这个缘由 肖老说你干嘛呢 我什么也没干 我在家待着刚回来 哪也别去了 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学校 叫细校我在那 当老师呢 你也到那当老师去吧 说哎 1950年 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 戏曲改进局 戏曲实验学校成立 原复联城总教席 肖长华 被邀请至此任教 享受教授级别待遇 那时 他已经72岁 1955年 学校更名为 中国戏曲学校 据日后统计 围绕在肖长华身边的 来自副社的老师 多达40余人 占同期老师的绝大多数 师父教我 我教人 我不教人 我算什么人 这个我好比龙中鸟 我告诉你 那底下的那个观众 哭得比上面还大声 他去喊话 徒弟们 我是你们的师父 我叶龙章啊 我想你们啊 其实复联城 我到现在都没有说有很大的概念 这家子还大为奇观 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功夫 你是哪学的 我复联城的 一说复联城 全国人民都知道 在位于赵灯雨露18号的大院子里 这个中国戏曲学校最早的教学地点 雷喜福再次开始了教学生活 在新的时代里 他们师生重聚 就像当年在复联城那样 继续教戏育人 很多东西没有变 很多东西又都变了 到了戏校 不再打 不再骂 从他的嘴里 没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语言 当初在复联城可不是这样 那脾气暴急了 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呀 雷喜福先生认为这是祖师爷给我的责任 而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他约束了 他最严格的就是有三种对学生的惩罚 一个就是你台上错了 或者又不用工 他含一口水 嘶 嘶 这个我也学会了 我也会 第二种呢 就比较严一点的了 你过来过来过来 你这怎么念的 你怎么唱的 我白教你了半天 过来 过来以后他到这个 搁了瓣这有一麻筋 他一摁 麻得厉害 记住了 记住了 再严重一点 就是猴栗子 就是在你脑子里来一下 这就是雷先生这几年里面最严厉的 陈国清是1950年 系校开始对外招生后第一批入校的学生 他是上海人 就因为当年母亲一句 学校管吃管住 长大能成绝赚钱 就积极报名 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那一年他11岁 因为入学早 他几乎得到过学校中所有原附设教师的指导 猴老对我教育其中有一件事还有一句话 说您怎么那么清囊相赠啊 这么带学生 过去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什么的 这那个猴老当时很简单的就说 这些系不是我们猴家的私人财产 我得教 孩子记住 师父教我 我教人 我不教人 我算什么人 哦 老大认识那私人也 老大认识那私人也 不过乎吧 不过乎吧 保证那个人头痛苦 京剧教学电影《含苞待放》拍摄于1957年 当时很多妇联城社的师生都参加了电影的录制 被当作后辈学习的楷模 但没过多久 运动即开始 这些旧社会的戏班艺人很快就被波及 浩荡中 叶家兄弟更是凌落成泥 1957年 叶家四子叶盛兰因直言戏改 在不断的开会批斗中与戏渐行渐远 到了1964年彻底告别京剧舞台 1966年 香港导演胡金泉以全新的形式指导了大醉侠 续写了著名京剧无丑叶盛章《酒盖》的传奇 也开创了香港新派武侠电影 但就在短短几个月后 胡金泉从小心中的偶像叶盛章 这位曾宏集一时的丑行名角叶家三子 遗体在龙潭湖中被打捞上来 死因至今是谜 与此同时 叶家长子叶龙章 也因过往的东北军身份被编远 无奈之中开始在家写设施 他有好多东西想写没写出来 为什么没写啊 他想写的时候 那时候四人棒还没倒呢 不让写 说不要给他们负贝力赚 这一下子 把他们老头那个心情就伤得特别厉害 就没写 而从戏剧学校退休后的雷喜福 也险些被扣上反动戏霸的帽子 他那时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这些事没你们的事 别瞎掺和 这个我倒是记住了 好好练功 好好吊嗓子 比什么都强 这是雷先生说 还有很多老师也都说过这话 1950年初在台湾 京中报国是大鹏国剧队 孙元波 哈元璋等人 经常要演的折子戏 那时听他们戏的人 是蒋介石极其要远 那么当然首要服的对象 蒋介石是一定的 所以每一年的什么集中全会 在中山楼开会的时候 那个演出的那个节目 一定是金剧 那演的戏码呢 我到现在还记得 就是金中报国 勾建复国 就有表达那个复兴国土的那种戏 一定当年是经常演的 慢慢地 这些豪情肆意的剧目 被换作了 卑卑欺欺欺的四郎探母 那时台上的每一个 附设弟子都清楚地看到 自己有可能一生 都不会再回到故乡了 那四郎探母 那个杨四郎一唱 这个我好比龙中鸟 什么样的 我告诉你 那底下的那个观众 哭得比跳舞还大声 台下是哭成一片 台上唱得很热烈 而且这个戏我想 大概是台湾演出频率 最高的几出戏之一 所以每次一看到 杨四郎跟妈妈重逢 那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一个 感动的一个场面就要来了 所以台下的那些老头子 头发白的 看的这个戏啊 都是掉眼泪的 台上演出的腹射弟子们 又何尝不是呢 物离相贵 人离相见 即便能抱团取暖 最初的几年里 腹射师兄弟们 也保偿了客居一厢的心酸 当年孙元坡因一套 小五套参了军 还带着一票腹射兄弟 来了台湾 一向做事严谨 一日却因晚归 被关了禁闭 有一天 袁坡走过平交道的时候 一部车子出车祸 里面一个老太太受伤了 她没有二说 就背着这个老太太 走上一段相当长的路 才到了医院 把这个老太太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 她又就 你就回营了 回营讲说 你怎么到半夜才回来 你一定做事情啊 就关禁闭啊 好了 关了禁闭 她也没讲一句话 但是被救的老太太 一直想知道 背自己去医院的 那个小伙子 到底是谁 在哪里 几经打听 找到了空军大鹏巨社 这个时候 袁坡才晓得 这部老太太是谁 原来是杜月生先生的 孟小鹏 这个话 当然就传告着 王淑明先生 一江大将军了 所以才晓得 哦 她关景地连 这种话都不负责 所以我就觉得 一身上一老先生 他们成立的辐射 替中国人 在我们戏剧这行里面 立下了道德伦理的规范 这个规范是了不起的 传与我妹门人 传与我妹门人 诸声须当静听 诸声须当静听 这是老社长叶春善 在一百多年前 定立下的复联程社讯 当年复社弟子们 每天早工之前 必须集体送毒 据说在过去的课班里头 很少有人这么讲的 苦口婆心地给你讲 你一个怎么做人呢 你应该这样啊 你应该那样啊 好多那个课班是不给讲的 电影里的这个片段 孩子们诵读的 也是复联程社讯 传与我妹门人 诸声须当静听 自古人生 到如今 他已被传送百年 从叶春善到叶龙章 父子两代人 传承皆续 以后明阳四海 根据既在于心 1976年 叶龙章再次执笔 开始写社时 写了改改了写 既不清楚地 就满北京城地跑 去问其他的副社老师 他总想为这个 在他们父子手中 经营了44年的 京剧科班 留下点什么 此时他内心的 兴奋与激动 外人可能很难体会 后来又让写了 孙人帮垮了 又让写了 让写就70多了 写这个 喜富连城的史墨 他带着病写的 确实 高血压心当病 那时候我上班呢 家里没人 我还有 他这个就在那个 很简单一个 小书桌上写 我上班 他写 1978年 大陆台湾两岸关系 开始缓和松动 那年春天 他被组织安排 到了厦门 陪着他去厦门 在那个炮轰 还没结束的时候 经营 就是 那时候还实行 单打双不打 就是打炮 趁那个间歇的时候 他去喊话 徒弟们 我是你们的师傅 叶龙章啊 我想你们啊 其实这些话 这些学生 都听到了 我问他们 都听到了 这张照片 记录下的 就是离散 40年后 重聚的那一刻 1985年 北京工人俱乐部 在原富社弟子 刘元彤等人的努力下 傅联城创办 80周年纪念活动 与此进行 阔别近40年后 傅联城弟子们 齐聚一堂 舞台工作人员 大力地协助 为此 一命 致以 建议 当台上再度 响起了群英会 属于傅联城的豪情 被重新燃起 80年过去 沧海桑田 那股难以言说的 精气神 竟然从未被改变 而站在 今天的时间节点 已经过去了 将近120年 在中华世纪坛 5000年文明的 永道上 记录着历史上 每一年 发生的重大事件 我们会看到 在1904年这一年 无线电开始使用 红十字会成立 还有 叶春善 成立了喜联城 这个承载着 越来越多人情感的 京城第一科班的故事 势必还会有 更多的后来人 让他继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